嗨 大家好 我是志明 我是李鮑 今天要來分享詐騙的事情 今天被詐騙的人是叫小白 然後他是一個情感投資詐騙 他總共被騙的金額是高達 財幣1200萬以上 先來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情感投資詐騙 如果有在網路上留言或是發文 都有可能接收到人家會私訊跟你說 你這篇貼文的衣服很好看 照片很好看 我們小幫手就以為有收過 我們來看他怎麼聊 因為他有養貓 他說你的貓咪好可愛 貓咪陪你多長時間 他就會跟你一直聊天 隔天他說中午好你在忙什麼 一直在虛暗溫暖 但是有一個關鍵點 就是他們講話其實用語都不是台灣 聽起來會覺得怪怪的 然後有一位就是我們小幫手 到後面已經沒理他 他每天都就回說在忙什麼 中午好吃飯了沒 最後你知道回什麼嗎 在忙什麼為什麼都不理我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會跟你要LINE 然後那個我們小幫手就說 因為他在IG上敲 他說IG就是我的聯繫方式 然後他就不管他 他就說這是我的LINE ID這樣子 他們其實都知道這個是詐騙 所以他們其實也沒有互相加LINE 那我們今天這位主人公呢 前面就是歷經這個情感的過程 然後最後好像真的有愛上那個 跟他LINE訊息的那個人 然後才有接下來這個投資詐騙的故事 然後這個小白他被詐騙的這個經過 一開始就是也是對方就是有來敲他 然後聊一聊之後 他可能就開始會要求加LINE 然後加LINE之後 開始就每天的虛寒問暖 聊一聊之後 他就會聊到 你知道虛擬貨幣嗎 投資嗎 相關的這種東西 小白遇到了這個第一個詐騙的 對有兩個 他第一個遇到了這個詐騙的人 他教他怎麼購買虛擬貨幣 包含你要怎麼下載什麼MAX 然後幣安 全部都教他 就是所有的觀念都這樣教他 然後接下來他就教他去 下載另外一個交易所 叫做KING 這個交易所呢 他很特別是 他沒辦法從Apple Store上面下載 所以他必須要用前半 提供的一個下載連結 所以其實要下載這種App的時候 你本身就要非常小心 然後他下載完之後呢 他就慫恿他 就是說你要入金 所以他一開始就入了一個 一千到一萬美金不等的一個金額 然後接下來就慢慢的 讓他 並且也讓那個獲利的錢 回到這個受害人的帳戶裡面 但他賺到錢之後呢 這個詐騙人 他說現在你已經知道這個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 所以接下來他就開始慫恿他 賣股票 叫他去申請貸款 我這邊可以補充一個 因為剛剛志明就是講 一次要掏好多錢 我覺得大家聽到這邊會講說 誰那麼笨 就是你叫我把這些錢掏出來 就瞬間掏出來 我覺得他在那個對話過程 其實他是有上過心理學的 對 他這邊前面一開始就問說說 就跟你說我是窮人 我沒有錢 這時候嫌犯跟小白說 所以我要帶你發家致富 前面是有情感連結的嘛 他也表現得很有錢的樣子 這種人跟你講說 我要帶你發家致富 你會覺得說真的假的 你要帶我 你要幫我 然後一開始小白他這邊也有訊息說 我現在也沒有想要賣股票 但他後來就賣了 我們看到他怎麼用一句一句話 把他的股票賣掉 他就說 股市的水是很深的 如果你瞭解股市就知道 後面都是有人在操盤的 他就跟他說他買了哪些哪些 然後還有台積電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本身就入金了很多的錢進去了嘛 這個詐騙的人 他還是一直告訴他說 你資金這樣子還是不夠高 結果他就跟他講說 現在有個好機會 現在要來囤比特幣 可以在50天的週期裡面呢 獲利100% 然後他要求受害者呢 一定要湊到至少5枚的比特幣 我幫他做個科普一下 他受騙的這段期間 一顆比特幣大概是90萬到160萬不等 我們大概抓個平均值 一顆比特幣算100萬台幣 對 結果這個受害者呢 他就想辦法真的去賣了一堆東西 然後真的湊到5枚了 湊到5枚之後呢 這個詐騙的人他就說 這樣子不夠 還需要額外的資金做短期交易 所以他後來又要求他 要湊到兩倍的資金 受害者就說我真的沒有能力 我沒辦法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 詐騙的人他就開始 有一點威脅啊 有點就是逼他 想辦法一直情緒勒索他 你知道這邊其實小白他在訊息有講說 為什麼一定要到5枚或是更多 他這時候不是就一句話就說 誰說怎樣你要到5枚 他是毀了一長串 然後他就一直鼓吹他嘛 他們來又來回回有非常多的訊息紀錄 甚至到最後呢 他鼓吹這個被害者呢 去向地下錢莊借款 或者是典當汽車貸款 這種的方式來得到資金 我覺得他有一個 最猛最猛的下了一個猛要就是 他為了要取信這個被害者呢 轉了2萬的USDT 到了被害者的戶頭裡面去 他轉完之後呢 那時候小白的這個訊息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覺得他可能有一點感動 他就是說 你為我就是付出這麼多 那我們還是補充一下 因為基本上呢 我覺得那個Tim的教育所 其實就是那個嫌犯的 對 那個嫌犯早就已經收到他的 500萬接近1000萬的錢了 他只把裡面的錢 打出60萬給他了 對… 雖然給他60萬 但是他要抽到的錢 可能是將近1000萬嘛 所以他就還是不夠嘛 詐騙人還是要一直慫恿他 每天問他說 你不要賣了嗎 然後後來就是問他 因為他小白他有房子 他說他希望他的房子 再去申請二代借款什麼的 一開始剛剛問說前面都失敗吧 對 他就要他去借 民間借貸 但後來這個受害者 他是沒有去借那個民間借貸的 他是透過銀行借了二次貸款那種的 所以他還真的有借到 他借到一個140萬的貸款 他會一直追問你進度 就他對他的所有金流 已經慢慢的撩弱指掌 因為他還是可能湊得很累吧 他已經付了大概1000多萬了 然後他就說我不要了 我現在想要就是退出了 所以他這個時候 他就開始想要把放在KIN裡面 這個交易所裡面的錢拿出來了 他不想要再一直玩這個遊戲了這樣 他這邊其實嫌犯很厲害 他沒有那麼簡單要放手 這時候嫌犯動之以情 他說傻瓜 沒有什麼事情是那麼簡單的 就是在安他的心啦 不是他就一直見招拆招這樣 然後可是他都非常的有條理 可是小白呢 他還是想辦法要提領這個錢出來嘛 這個時候KIN的交易所的客服呢 他就通知這個被害者說 因為你的帳戶有洗錢的嫌疑 所以提領被凍結了 需要你轉入帳戶總金額的30% 來作為帳戶審核保證金 所以他如果帳戶裡面有1000萬的話 他就要他 匯進去300萬進去 他就信以為真喔 所以他就真的去想辦法湊錢 進去那個KIN的交易所裡面 然後不久呢 這個KIN的交易所 客服又再次通知這個被害者說 因為你的帳戶有洗錢嫌疑 需要在48小時內 再轉入你要提領金額的20% 作為個人信用擔保 表示如果你不照做的話呢 你的所有裡面的資金會全數轉移給 地方財務審核單位 不知道是什麼單位 到了48小時 他就沒有賄賂那個20%的那個想要領的錢嘛 然後KIN的交易所就表示 要把被害者的帳戶整個刪除掉了 超誇張 他剛剛不是一直叫他付幾%幾%進去嗎 他這邊也有跟這個嫌犯在聊 他就說他一直用不同理由要我再付錢這樣子 這個時候小白就說 所以我被詐騙了 哈哈 這時候嫌犯就是還想要繼續 他就說你不是有記錄嗎 每一筆提頂都有記錄 怎麼可能會沒有這樣 總之這個嫌犯就假裝不知道 因為嫌犯他扮演的是一個 我帶你去用那個交易所 可是這個小白覺得他是被交易所詐騙的 詐騙的人他一直在鼓吹小白說 你要相信系統 系統說什麼你就照做 你知道這個嫌犯就是所有詐騙都是 他們都會表現出一個 他們很冷靜很有條理 然後所有的問題 他都會把問題推給你 他把自己當作是一個 真的是完全不知情的第三方受害者 那這一個是手段 然後剛剛有講說就是最後 小白已經被炸乾了 他最後就是用罵把他罵出來 他罵得很凶狠 他就說 我發現你的腦子就是有問題 是不是抗憂鬱的要吃多了 不要臉的死女人 你這個女人真是可惡 但你賺錢還坑我的錢 基本上就是這個感情詐騙的後面 他就是 你已經被他利用完之後 他就 翻臉不認人了 最意外最意外的是 這個小白呢 他後來呢 又被詐騙了一次 而且幾乎是同樣手法 只是有一個不一樣的事 之前前面那個是用 KING這個APP 但是接下來這個APP叫做 Open Trade 他是有上架到Apple Store上面的 這個讓他降低了新房 然後又一樣被騙 後來呢 他就又要求那個Open Trade 他要拿回他的錢 退錢出來 那個Open Trade 也是一樣不給他錢 他用另外一個詞叫做 你的帳戶信用積分不足 唯由拒絕你的提領 要怎麼樣增加帳戶積分 就是你要繼續一直投錢進去 這個好可怕喔 就是一模一樣的方式 但他其實都是同一個套路啦 這個兩個同樣的方式 都一樣的話 代表這個方式是 非常非常盛情的 而且可能有非常非常多人 都因為這樣子被騙 像那個小幫手其中有一個 我就點進去那個的IG看 他有一張很帥的個人照 然後有去各國不同的酒店打卡 就會讓你覺得 好像這個人好像真的很厲害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誰會被騙 可是真的有一些人 可能內心真的很寂寞 或是很需要有一個人跟他聊天 透過小白的這兩個案件呢 就是我們可以做一些整理 就是他們的一個套路流程 首先呢 做按手法 他就會先密受害者 然後稱讚你 他們都很喜歡用LINE聊天 然後接下來他就開始會每天的虛環問暖 再來他會給你一個假的APP 或者是假的網站 就是一個交易所 然後這幾個案例都剛好 他們都會說 他們人在香港 接下來他會開始一直調情 然後他就會不小心的一直聊到 虛擬貨幣 接下來他就會鼓吹你入金 然後你入金不管你入多少 他就會覺得不夠 一定要你一再的入金 甚至他最後要讓你貸款 但他前提都會建立在說 我是為你好 但我跟你說 他有一個真的非常值得懷疑就是 他們會熱心過頭 他都是手把手的在教他 這些理財知識 然後投資的知識 他都寫超多的 我跟你講 正常人真的不會這樣子 對一個陌生人付出的 對 你看根本連見面都沒見過 我跟你講朋友之間 因為我都懶得做這些事情 你生的朋友 我就說你自己Google 你贏有心你要賺錢 你就自己去查 我誰想要這樣一直跟你講 所以會這樣一直跟你講 他就是有問題 然後他這些詐騙 還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 就是當你最後要從那個奇怪的交易所 拿錢回來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不同的理由跟你說 你現在沒辦法拿進來 你必須要先投入錢 才有辦法拿回來 還有一個共同點是 他們覺得你錢已經被榨乾之後 或是你已經很難騙了之後 他就會翻臉不認的人 甚至是辱罵你 然後說你很笨 或者是反咬你一口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例 我們能夠分享給大家 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 千萬不要下載別人跟你講的 特殊的App 即使他有在Apple Store上面 上下也都一樣 你必須要自己去做功課 而不是聽別人跟你講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有任何人 尤其是陌生的人 他這樣跟你講 投資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有點問題 大家會相信這個就是想說我要賺塊錢 其實這個塊錢能賺的真的是 我覺得都要自己研究啦 別人會賺塊錢他自己賺就好 幹嘛要教你 他肯定要你什麼吧 所以他們前面建立了一個情感 先有一個情感基礎 對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他不為什麼他只會愛我 真愛沒有那麼容易在網路上遇到 現實中都不一定遇得到 你還在網路上沒有見過面的人 他都會這樣愛你嗎 我覺得很難 你整邊的人都可能背叛你 何況是網路上一個 非清非過的陌生人 我希望這一集影片就是下面 不要大家去檢討受害者 從我們第一集講詐騙到現在 每一個都是一樣的 就是 不要相信陌生人嘛 然後那個 對於錢的部分的東西 一定要更加的嚴謹 你的錢要轉出去不管給誰 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你要把身邊每一個人都當壞人 這一次就是這個人 他是投稿到我們的詐騙表單 我一開始還想說不會有人投稿 但其實裡面還有很多 就是我們之後會再一一分享的 詐騙的案例 對 那如果你之後也想要投稿 你可以到我們的資訊欄 或到我們的粉絲團上面 都會有放這個詐騙投稿 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騙啦 但現在詐騙真的是推陳初心 我們講了這個案例 之後他們會再改版一個新的 希望大家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詐騙故事 那我之後我們再分享別的詐騙故事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